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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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往的生活》跑南两档国名大综艺 不过录制综艺的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歌手的身份 在节目里面始终在用自己的歌唱实力来征服大家 其实在《向往的生活》最新一期当中 周深和毛不易 张绍刚三位一同做客《蘑菇屋》 那天晚上所有人都在《蘑菇屋》内上演了一场大型的汇报演出 周深和毛不易合唱了毛不易自创的歌曲《无问》 专业歌手就是不一样 瞬间提升了表演的档次 二人身陷一高一低 用歌唱实力惊艳全场 当然了 在节目录制期间 周深丢掉了自己的偶像包袱 干什么都非常积极 就连到田里割娇他也会自己抱梗 开心的像是个傻小子一样 有才又有趣的灵魂谁能不爱呢 紧接着周深又出现在了跑男里 其实当时跑男在桂林站的路透途中 我们就看到了周深的身影 没有想到这一期这么快就播了 和周深同为飞行嘉宾的还有李荣浩 汪苏龙两位 从邀请来的三位飞行嘉宾就可以推断 这期节目应该是和唱歌有关的 最关键的是 从桂林站开始私名牌这环节就已经安排上了 这也是跑男第八季私名牌首秀 因此大家对这一季的期待值非常之高 果真这次节目主题就是金曲唱片销量PK 周深作为飞行嘉宾出现 以歌唱的形式登场 现唱了他最经典的作品《大鱼》 在场的人敢看开口贵 诚哥说自己汗毛都立起来了 看来周深再次用他的完美嗓音征服了大会 对于周深这次的演唱不仅是赢得了跑男团的起立鼓掌 更是被拳网好评 其中一位网友就坦言听得我想要再看一遍 《大鱼海棠》 确实如此我个人也是这样的感觉 听着周深的声情演唱 再加上屏幕当中的动漫场景 真的很想要再刷一遍《大鱼海棠》 可以看到在游戏环节当中 节目组把李荣浩、周深、李晨放入了一组 虽然这是周深第一次来跑男 但是完全看不出尴尬 和队友配合的非常之好 网友还给他们这个组合临时取了名字 叫做好生辰组合 这一期有泳池游戏 比拼内容和音乐有关 主要就是听歌猜歌词 在几轮游戏之后 除了周深之外 所有人的身上都失变了 这从侧面也可以看出 周深对音乐的熟悉度是很强的 其他人非常不服 想要让周深尝尝露水的滋味 对此导演组还改了游戏规则 出其不意 输了的周深成了落汤鸡 可以说这一段非常搞笑了 在上岸之后 他发现了自己的影型眼镜冲掉了 找了一圈之后 发现他还在自己的眼睛里 笑死个人啊 这也开春是深深子的名场面了 最近频频露脸各大综艺节目的周深 可谓是越混脸越熟 节目 事业呈现出了良好的上升趋势 顺风顺水 但是 居安思危有没有 谨言慎行有没有 千万不能够麻痹大意 否则就会被突如其来的恶意给吊打了 调侃一下 没那么严重 但是呢 周深确实是遇到了一点状况 最近参加的一档综艺节目当中 游戏环节 主持人拿出了张雨琪的照片 让周深来认 可是小周天生脸盲 竟然没有认出来 确实啊 我看就是传说当中的大脑短路了 周深说出了美人鱼三个字 却叫不出张雨琪的名字 急得小周是冷汉狂流 偏偏嘉宾甲铃还在那里添油加醋 小周真的是有苦说不出 张雨琪姐姐最近也是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节目播出之后 第一时间在社交媒体上面 艾特了小周 并且怒怼 你没在法国排队吗 估计张姐姐就是想开个玩笑 毕竟张姐姐最近节目当中的活跃表现 让我们知道了这个大姐姐 既可爱又好相处 怎么会真生气呢 不过小周显然是当真了 赶紧的在社交媒体上面回复张雨琪 我去拿号了 这满满的求生欲 虽然脸盲加记性不好 但是这一波操作还是应该给个满分的 话说这一对姐弟一唱一歌 真的是有趣的景 周深一首大鱼 让我们记住了那个动听的声音 但是歌喉人不喉 真正知道周深的人还不是很多 周深还曾经参加过蒙面歌王 想要在游乐圈出人头地 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仅要有实力 真的还要有些许的运气 而且还要经受得住时间的打磨 耐得住寂寞 不过好运来了的时候 可能红起来就变成水到渠成的事了 这两年周深在各大综艺频频露脸 也有越来越多的观众 开始喜欢这个歌声动听实力不俗的小伙子了 看来周深的好运在多年的等待之后还是来了 而张雨琪呢 出道多年却也难说顺风顺水 前后两次失败的婚姻 都曾经把张雨琪堆到了事业的谷底 曾经的张雨琪在生产不足余的情况之下 就赶紧复出工作了 可见当时的她到底有多艰难了 但是爱笑的人似乎运气都不会太差 最近罢评的综艺姐姐们 张雨琪Requestion王的身份再次缺而分无数 大家除了被张雨琪性感的外表吸引 更是因为她讨喜的性格而沦陷 相信张雨琪有了这次姐姐们的经历 事业上又会攀上一个新的高峰 张雨琪周深这对姐弟 这次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吧 两个幸运的人产生了交集 如果他们能够在一起合作 那么相信也会产生了不错的效果 一定能够让观众们眼前一亮吧 先后参加跑男向往的生活 青春环游记高知名度的王牌综艺节目 而且还都是首秀 但是周深的存在感却不弱 为什么呢 我觉得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周深选择了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 用天籁之音和观众交流和互动 很直接也很有效果 而这样的方式也是观众们希望看到的 又真实又有质量 直击心灵深处让时间定格 有一句古话叫做功夫唯快不破 一直高手过招 谁的动作快谁就占据优势 那么对于歌手来讲同样如此 谁的唱功深厚谁就会走得更远 如今周深正在事业的上升期 今后应该还会有很多的综艺 期待他再次用歌声敬艳大家 但是同样也期待能够看到他有趣的一面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